大家好,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SIS改造假面骑士 Eternal,勇骑 在戏里面原本就是有Utopia的使用者 作为Eternal的持有者 但是后来Eternal的Memory选择了他的主人 选择了大道科技 然后他就变成那个蓝色的Eternal 说起这个改建,他的特色就是他头部 他的头部跟剧中的造型相差了很多 为什么呢?我这样说了 他嘴唇有夸张的做法 而且他的头部相加了很多纹理 而且有一个类似头骨的形状 更加贴合他作为恶魔的原作者的原意 但是跟剧中的造型相差太多 所以有些人喜欢,有些人就不喜欢了 值得一提的就是 我很欣赏他的带去挂那个Memory slot 那个记忆体的插槽 每一条带都有很丰富的条理的设计 而且其实他有跟不同的Memory 很小的很小的Memory给你插进去 但是呢,那个问题就是 机器太多颜色了 我不想一个一个涂上去 所以就只是加了那个插槽 还有那个披风的状态 好了,我觉得 这个头比这个头好 因为那套改件里面包含什么呢 两个头,脚,肩胛,胸胛 然后其他的部分都是你要自己买回来 去做这个素体的 好,喜欢我的影片 请站好分享给你的朋友 我们下次再见 感谢观看